中国有句古话叫做《三军一德,一将难求》,皇帝老儿总是希望自己帐下都是忠诚良将,但待到这些良将做大以后,皇帝又开始担心他们功高震主,伟大不掉。 历史上,手握军权,死在自己君王刀下的良将数不胜数,战过四大名将,李牧、白起、连坡、王俭。 其中,连坡被赵王嫌弃直到客死他乡,白起和李牧皆亡与君王的猜忌,唯独秦将王俭,手握六十万倾国之君,与楚国对峙一年多时间,却丝毫未受到秦王的猜忌,最终在其人生巅峰之际,功成身退,手终正寄。 那么问题来了,当时老秦人的总人口也才差不多三百万左右,为何祖龙可以那么放心地将自己全部家党交由王俭负责呢? 难道他不害怕王俭在与楚国对峙之时,突然来个回马枪吗? 对此我们先撇开秦王爆棚的自信心,单单评论王俭的伟臣之道,这就足以让我们感慨万千。 本期视频我带大家了解一下,王俭如何在生性多疑的祖龙身边急流永退,负责子孙,或许从中我们还能悟出一些职场上的生存之道。 秦国一统六合,王俭父子独揽五国之宫,史书上对王俭的生族年记载不详,有说通过新唐书的推理,他是周灵王太子晋的后人,是太子晋的第十八十孙。 但这个就很难辨别真伪了,毕竟隔了十八代祖宗,谁能说得清楚,我们只知道他是关中人,从小就喜欢军事,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发迹。 太史公没有记载,可能是之前的王俭不太引人注意,直到后来,史记中记载,史皇十一年,剑将公赵燕宇,破之,八九成。 此战中,王俭是顶替之前作战不利的秦将,上任十八天后,就下令裁撤了仗下百分之八十的秦军,只留下部分精锐之士,然后利用这部分筛选出来的秦瑞史,顺利攻下了赵国的燕宇,之后更是连下九成。 王俭也是凭此战,开始斩落头角,之后嬴政铲除了吕不韦和烙癌,嬴政正是清政。秦国也就此拉开了一桶六合的序幕。 公元前229年,王俭统兵从上军发兵下警刑,然后与杨端和呼应,兵分两路围攻赵国。赵王谦派李牧抵挡王俭的大军,随后这两名将僵持了一年多的时间。 之后王俭利用反剑计,除掉了李牧。秦军势如破竹,三个月后就攻入了赵国独城邯郸,俘虏了赵王谦,赵国灭亡。 上期视频我对断历史做过介绍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翻阅一下,这里我就不做展开了。 赵国被灭后,各诸侯人心惶惶,燕国的太子丹竟然想用刺客刺杀秦王。 荆轲刺进失败后,秦王愤怒之余,正好找到了借口入侵燕国。 随即命王俭领兵进犯燕国。燕王喜和从邯郸逃出来的代王赵家,组成联盟共同抵抗秦军。 与此同时,秦王派王俭的儿子王笨攻打楚国,大败楚兵。 之后在一水河畔,燕代联军被李信攻灭。 王俭成是攻取了燕国都成绩,燕王喜顿走辽东,燕国名存是王。 李信领兵继续追击燕王。为了平息秦王的怒火,燕王喜采纳了代王家的计策。 斩杀了自己的儿子太子丹,将其手计献给了秦王。 但秦王并未就此息怒,秦国本意就是为了灭国的。 所以李信继续攻打燕国,王笨又奉命领兵北上攻打魏国。 这对父子打仗是真的牛啊。 王笨借助帝氏,将黄河与大沟河之水,引向了魏国的都城大梁。 大梁城禁属被淹,三个月后,魏王投降,魏国灭亡。 此时,东边的齐国忙着大捞战争才。 而楚国虽之前被摆起一顿胖揍,元气大伤。 但楚国幅渊辽阔,之所以会被摆起打得那么惨。 纯粹是因为其王权凝聚力不强,虽地方武装不少,但楚王无法掌控。 这样的国家虽缺乏凝聚力,但由于其地盘太大。 要想完全啃下来,实属不易。 公元前225年,秦王准备攻打楚国,召集群臣商讨灭楚的大忌。 乌世秦王问李姓,吴玉公取经,乌将军度用几何人儿族。 李姓约,不过用20万人。 始皇问王俭,王俭约,非60万人不可。 嬴政一听,老家伙打个楚国要这么多兵,这买卖的本钱也太大了。 于是说,王将军老了,胆子也小了,李将军真是勇敢。 随后变派李姓和蒙田领军20万,向南进发攻打楚国。 思以为,秦王根本不是因为王俭老了,不堪用了,所以才让李姓捅兵。 王俭开口就要60万,这几乎是老秦人目前能征用的全部家底了。 先不谈秦王是否忌惮王俭傭兵自重。李姓在燕国这一仗中,打得非常漂亮,更是把太子丹的手机都带了回来。 作为老板,此时肯定是非常欣赏这位年轻人的。 大家都知道,资本是逐利的,任何企业在扩大生产的同时,也是需要规避风险的。 如果能用20万的本钱达到墓地,干嘛要花三倍的成本,去冒这个风险呢? 王俭可能认为楚国幅渊辽阔,费60万不能镇住那些地方武装势力。 但他对秦王的心思,也是心知肚明的。 随后王俭奏言自己年纪大了,遂推脱有病,就此卸家归钱回到家乡养老。 我们在工作中,如果遇到老板打算启用新人来替代自己。 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要去争论,选择就此回避。 避其锋芒,带到转机之时,自有用武之地。 即使事态没有转机,但老板已经有这个心思了。 你发牢骚说的再多,做再多也是于事无补的。 公元前225年,秦军分两路攻打楚国,李姓领军攻打平渝,蒙田攻打请求。 在秦军强大的攻势下,楚军大败,李姓成胜攻克了楚国燕影。 而正当李姓准备一举攻灭楚国之时,身在后方影城的昌平军突然起兵反秦,切断了李姓的后路。 李姓被夹在中间,不得不停止攻楚,与蒙田大军一起回师进攻影城。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,昌平军你岂是楚考猎王的公子,也是嬴政的表书兼姑爷爷。 当年参与平定落矮之乱,升任为秦国相邦。 之后楚帝陈县爆发反秦之乱,昌平军被迁王隐城。 我们不知道昌平军为何会被贬,史料上没有记载。 可能是因为秦国要攻灭楚国,毕竟那是他的母国,他毕竟也是楚国的公子。 也可能是因为政见上的不合,招致秦始皇的责罚,被发配至此。 米奇失去了秦王信任,再加上楚人的怂恿,所以选择突然叛秦。 其实,这也说明秦王这时候,已经开始击除秦国内的楚系势力了。 当初让米奇当丞相,就是为了稳住楚国。 现在准备决定灭楚了,楚系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 秦政反秦,刚好可以利用昌平军楚人的身份,派他去安抚当地楚人。 结果没想到昌平军在向燕的拥护下,突然举起了反秦大气。 李信在回撤之时,向燕领着楚军尾随三天三夜。 李信在攻破隐城后,继续西境。秦军因后方不稳,又被楚军追击,结果大败。 这也是秦灭六国期间少有的败仗之一。 楚军之后继续西境,深入紫园韩国境内。 秦王惊恐,立马削了李信的封地和官职,随即清临平阳请王俭出山。 寡人已不用将军记,李信果辱秦军。 经文静兵日静而息,将军虽病,独人弃寡人呼。 王俭曰,大王必不得已用臣,非六十万人不可。 秦王随即答应了王俭六十万人马的要求。 随后王俭领着六十万秦军清朝而出。 秦王虽生性多疑,但难用人大胆。 而且王俭从一开就是跟在秦王身边,属于创业的原始团队。 另外秦王也加了一个保险,那就是秦将蒙武。 前面我们说到李信领着二十万秦军出征楚国,其副将也是蒙家人,蒙田。 蒙田是蒙武的儿子,其祖父就是蒙王。 蒙家跟秦王的关系,我就不用过多介绍了吧。 蒙王在秦昭王时期,就已经官之上清。 所以嬴政把全部的家底都交给了王俭,然后再配自己最信任的蒙武为副将。 王俭如果敢有二心的话,那就得先过了蒙家这一关。 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,往往容易忽略了领军统帅身边的人。 韩信身边的曹参,王俭身旁的蒙武,皆是君王最信任之人。 也是起到了监军的作用,所以说秦王不猜忌,那是不可能的。 王俭也是深谙此道,在秦王送大军至坝上之时。 王俭主动开口向嬴政讨要良田和大宅。 《资质通鉴》里记载,王送至坝上,王俭请每天战慎重。 王曰将军行义,何有贫护。 用白话说就是,你赶紧出发去打仗吧。 到了楚地,你啥宅子没有啊。 王俭说道,为大王将,有功,终不得封侯。 顾及大王之相臣,一请田宅为子孙叶尔。 大王你那么小气,秦国到现在都没几个能被封后的。 我还不得趁这个机会,给儿孙多讨点产业啊。 王大笑,王俭即行。 这种半开玩笑的话,就是为了向老板主动示弱,故意露个破绽出来。 众议细于一身的时候,开口跟老板讨要钱财产业。 告诉他自己没有其他野心,我子孙后代都在秦国待着。 我只想要点钱财,过点富贵的日子,负责子孙。 后来王俭从蓝田行至五官的一路上,又连续五次派人回朝。 请求秦王尽快把产业赏赐给他。 从这里可以看出,王俭是多么聪明之人啊。 他不像韩信那样讨要爵位,因为爵位这个东西就意味着地盘。 你有了地盘就会有自己的根据地,就容易摸到老板的逆龄。 如果你主动表现出,我努力工作仅仅就是为了得到老板的分红加薪。 至于什么分公司领导,部门领导,我一概没兴趣。 而钱财这类东西,老板想给你就给你。 不高兴了随时都可以把你砍了,顺带抄了你的家。 所以在君王眼里,你这个时候讨要财物是干嘛呢?不就是通过自无来消除君王的猜忌吗? 不然,夫秦王俊儿不信任,金控秦国贾氏而专为误。 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字兼,故令秦王作而以我邪。 秦王面对下属的这种态度,基本上也放宽了些戒心。 好在秦王雄才伪劣,不然。 之后王杰与项燕对质了一年多时间,双方兼臂不出。 换作其他君王早就起疑心了,要么撤职,要么诛杀,以除后患。 当然,秦王把老底都交了出来,说不担心那是骗人的。 王杰没有随意挥霍秦王这六十万的家底。 而是采用跟之前一样的战术,拼国力,耗资。 六十万秦军对阵四十万的储军,秦军每天比赛投食一座娱乐。 项燕兵力不足,不敢贸然进攻,两军就这么耗着。 大家比拼谁的粮食多,谁更耐得住性子。 最终楚国耗不起了,就在项燕往东回撤之际。 王简瞅准战机,即刻出击,此战秦军大破储军,杀项燕于其。 太史公在这里脑子发热又写错了。秦始皇本纪里,昌平君死,项燕碎自杀。 王简列传里却说,至齐南,杀其将军项燕,精兵碎败走。 反正一年后,秦军申请了楚王复楚,平定了楚国。 公元前222年,王简又平定了楚国的江南地区。 降服了越国之军,设置快击郡,楚国就此灭亡。 由于秦汉时期史料的遗失,随后王简在史书上就此销声灭绩了。 同年,王奔俘虏了燕王喜,燕国也灭亡了。 次年,王奔从燕国南下攻起,俘虏其王剑,灭了齐国。秦国耗时十年的统一之战,就此完结。 很多人都说,王简最后被封为武城侯。 要不然他孙子王立功绩平平,不至于被封武城侯,更是在众臣当中排在首位。 王简的儿子王奔也被封为通武侯,但史料无法确认王立就是王奔的儿子。 所以王立世袭了他也有王简的爵位。据说之后历史上的两大名门望族,狼牙王室以及太原王室,很可能都是王简的后代。 破子携手中军孝国,灭了六国中的五国,保持仁臣的谦功,不拘公自傲,在自己背弃之后,更不埋怨啰嗦。 带兵打仗,步步为营,百战不带,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后的胜利。 上位后,又故意卖了个破绽给老板,成功化解了君王的猜忌。 我在钦佩王简政治智慧的同时,更是感慨秦始皇的雄才伟越。 作为一国之君,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,并且主动向下属放低姿势,重新邀请其出山为以重任。 这种魄力,不愧为祖龙。 但这段君臣之间的佳话,在历史上毕竟是少数。 同样是找老板讨要东西,韩信就显得很不成熟了。 最后导致自己被老板记恨。 而且不是所有手握重兵之将,都不敢萌生不成之心。 比如赵匡印,比如吴三桂。 另外,自无的这种手法,大家在职场中可不能随便乱学。 这种越贪钱,越不凡的鬼话,七百多年后可是坑惨了梁武帝消炎。 以上仅为一家之言,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凑合的话,麻烦给个赞。 如果有错误的地方,也烦请指正。 好! 感谢观看